我给各位讲的是二十四世丹氏仇法 丹氏仇法在内经的时期 大家知道是八祖 以后窦汉清把它发展成为十四祖 就在窦汉清的真经指南里有 他的后船弟子全世新沿用了这十四祖手法 后来又有所发展 我们把从古至今这些方法进行了筛选 重新进行了组合 那么提出来二十四祖 这二十四种手法 每个手法都有它自己的操作的特点 这个手法和另外一个手法都有明显的区别 都有自己的术式 一 揣 揣法是寻找穴位的方法 以拇指或食指指头找穴位区域内之敏感点 穴区之大小依据疏穴之所在的解剖位置而不一 穴为区内之敏感点 二 找 找法是标记穴位及宣散气血 以使竞争无痛的方法 以膜 食指头揣到敏感点后立即立起第三指关节 以指甲找掐穴 找也是找切素刺的组成部分 揣找是在穴上适用的方法 三 寻 寻法是寻按经脉以激发精气使气血往来的方法 使二 三 四 三指平直在一经之末端一般在万怀关节上向心寻按 寻按与揉法相结合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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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气的同时向上方要用推力 踹是一度激发 爪是二度激发 下针为三度激发 循奢为四度激发 臂其下气的同时向上方要有推力 这是五度激发 在带力用针通调之 如时机和力度掌握合适 此法多可成功 方法 力度 速度和衔接是技术关键 这是一种联动手法 第一个就是踹 这个踹什么意思呢 主要是走穴 比如合骨 用拇指头 这个拇指头到这里去走穴 这个穴它不是一个体合点 它是一个相对 有相对特异性的一个区域 这个区域呢 大家看 比如说核骨 它有这么一个区域 在这个区域里扎都是核骨 它绝不是一个点 你踹的时候 这个穴位就有反应 我们找到最敏感的那个地方 那就是穴 这个穴呢 大体是在这个区域里 在哪一点上 不一定 我们一踹 一脚 看到了 这个地方里 我告诉大家学手法 我练质感吗 质感呢 这个质感 就是你通过你的感觉 这个就没有反应 你知道了 你知道了 知道了 揣 然后你看到没有 揣是这样揣 当时把这个手就立起来 找到学院立起来 跟指甲就立下 这个你就是枣 揣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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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枣呢 解决什么问题呢 一个是标定穴位 你掐上枣痕 知道这个穴在这儿 另外一个你 还可以宣散气穴 使扎针不疼 就是揣枣 接着是群舌 揣枣是在穴上 寻舌是在经上 比如说 小阳明大场景 怎么寻舌呢 哎 搁 这三个指头 搁指甲 这个叫 寻 指甲 反过来搁指甲 指甲 这叫舌 指甲叫寻 指甲叫舌 这个 那这个寻舌怎么用呢 这么用啊 这个 把寻舌在临床上 我们是解合为 看来解合去 看来 看来啊 看来啊 扣机 在穴上 这个扣机 这个扣机 每一次 这个宗旨 宗旨啊 因为它 鼓鼓它比较强 设计的强 都要打个一个 一个雪 是一种 扣机 是一种扣机的避免 揣抖 寻舌并用 这么一扣机 你看 揣 倒 寻舌 那句话实际上是个什么呢 我们把它叫做 连动 激发的手法 怎么说呢 他们 揣 搅 然后 扎针 然后 再 寻舌 这个 寻舌速度什么样呢 大家看啊 不能太慢 经过 揣 搅 再扎上针 再 寻舌 这个时候呢 揣 是一度激发 第一次 一度激发 枣 是第二度激发 隔针扎进去 又一次 又一个激发 三度 寻舌 四度激发 在这个时候 它的津气啊 经过 连续的这样的激发 然后 我们一扎 这个 壁骑下气 下面壁住了 一扎 又可以上船 往上船 然后 往上船 就是把四孟的 四孟的兵器 激发起来 沿着 经络的 这个通道 然后 向上船 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什么 就是在金针府里讲那个 讲的那个 背景走气的时候 他说 不仅仅用 仓龙白尾和白虎摇头 而在用这个仓龙白尾 白虎摇头的时候 一定要 加上薰摄 他说 揣找薰摇 这四个方法 做完了吗 揣找薰摇头